剛才是北港路以前是蓋車拼擺手上 固執的第一線政区 但是因為一直都沒有發動中央 一直忘了 不過現在有在名的蓋車公司 在北港路成立旗艦店 開幕電力活動上 包括剛才市長王民貴 正感察他們一直到訪 特別到來很好 北港路是剛才對我主要的交通要得 在一二十年前 是各種蓋車拼擺的一線政区 但是因為一直沒有發動 完成中央的這些競心 讓北港路成立旗艦店 很多蓋車公司拼擺也漸漸走 在營業後來 豪華蓋車市長 訴求越來越增加 現在就有第一名的蓋車拼擺 選擇北港路來開旗艦店 北港同意市長王民貴 正感察他們疫情中的訪問 都在北九中很好 自從去年 這個COVID-19的這個疫情 這非常的嚴峻 我想汽車工業跟產業 全球各地一樣 是銷售都是下滑的 但是沒想到 我們這個VOGO在台灣 不但不受影響 且要不把更創下的 歷史新高的營業額 我想這個就是 用車者 客戶消費者 對VOGO汽車的一個信賴跟喜愛 今天非常榮幸會勝 旗艦店能夠選擇在嘉義市 我想這也是貴公司的這個名字之取 嘉義市同樣的 也是在歷境中創高峰 看前嘉義市是分到南關公消費中心 在名車上在嘉義市 導遊七千萬來搭著旗艦店 剛才有上新上新的汽車燈汽 旗艦店裡面 二樓 竟是在北規尾的親子遊戲區 親子廁所訂訂 嘉義國務中心的旗艦 也有嘉義市在地團隊所造型 不只是創作主業機會 竟希望他一個人的心 和專業的貨部來打動買去 歡迎到電風經濟 世心新聞 中心層王秀山 嘉義市 蔡宏不得 旺TV數位電視